今天网上曝光了中国海军大批先进战舰的照片 从中可以看到众多型号 包括052D型驱逐舰 071船屋登陆舰和054A护卫舰等 这些都是中国海军当前的主力战舰 因此有分析人士指出 作为一个大国海军的重要作战力量 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究竟有多强 从这张图片就可以看出事实真相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航母 驱护舰和潜艇等重要海军装备的建造工程 在发展历程上看 建造年代较晚且数量较多的主力战舰 莫过于052D型导弹驱逐舰了 截至2016年年底 该机舰已经造了14艘 未来还至少要造4艘 要说052D型就不得不说其前身052C型 该机舰首先换装了从美国引进的LM2500燃气轮机 但怎样美国突然终止交易 使得一些原打算采用燃气轮机的军舰 只能换装蒸汽轮机 甚至延误了后续舰的开发 关心中国国防的人大概都知道 中国在航空发动机的研发能力和制造技术上 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但要知道 中国在尖端的军舰用燃油机和燃气轮机上 依然是比较落后的 以至于中国海军曾经的许多主力军舰都采用蒸汽轮机为动力 蒸汽轮机确实比较适合大型军舰采用 但它存在的效率低和加速性差的问题也无法解决 当美国等西方国家海军在1960年代便开始装备燃气轮机动力系统时 中国在21世纪初还不得不使用蒸汽轮机为动力 052D正式诞生在中国基本解决了燃气轮机国产化的问题之后 当时中国从乌克兰引进了部分技术 拿出了可靠的国产版燃气轮机 给052D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除了采用国际上常见的柴燃联合动力 052D型还率先采用了新一代的冷热共架式垂发系统 共64单元 该系统不但可以发射远程防空导弹 还可以发射反舰导弹 对地攻击巡航导弹 远程反潜导弹和中程防空导弹 052C之前虽然也采用了垂发系统 但那种远筒式的发射装置 根本就是移植了俄罗斯SAN-6里夫防空发射系统 没有什么技术创新 依然采用后者的冷发射方式来发射海红旗9防空导弹 且一个圆筒只装6枚导弹 052C型上共装有8个圆筒 总计才48枚导弹 这种圆筒垂发系统的缺点有 空间利用率较低 无法发射重型导弹 以及无法实现模块化装载 当然除了以上列举的动力系统和垂发系统的改进 052D还采用了改进型的相控阵雷达正面 近防炮和隐身炮塔的130毫米主炮 总之052D已经体现了中国成熟造舰工艺和舰载武器装备技术 通过研制和装备052D驱逐舰 中国已经掌握了研制大型先进战舰的整套思路和流程 也为中国开工建造更新 更大的055型万吨大驱奠定了一定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